他現在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其實大家要知道 對柯文哲現在來說 你要知道沒有人想要討論他 前一陣子在這之前 他摔跤之前 大家討論都是黃國昌 因為黃國昌不懂得 我們立院質詢規則的ABC 他現在好不容易透過摔跤 然後就透過金句 我們今天終於討論他了 其實我必須講 這個柯主席今天 應該就可以非常開心 今天晚上應該可以睡一個好覺 覺得這一跤摔得真是太值得了 那個Spa Line又回來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就講說什麼寄生國會 國會寄生他 我先講一句話 我們都不要雙標 旁邊林濤在這裡 你能夠想像 我們民進黨或國民黨 現在把所有黨中央的人 通通叫去立法院上班 那是什麼景象 可能嗎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只有他膽敢這個樣子 然後居然還講說是國會寄生他 其實回到這個最前面 剛剛這個慧珍也特別提到了 以政黨補助款的話 現在他已經不是一個沒有這個政黨補助的小黨 他糧草是可以說冰牆馬狀 我先不講說這個之前其他的政黨補助 單單他這次拿到的國會席次 我看了一下中央社是指 他拿到得票率是百分之二十二點七 所以一年是可以領一億五千萬 一億五 單單從這一億五 去處理十二個月 他一個月可以拿到一千兩百萬 所以說確實他有部分的話講的是對的 柯文哲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現在他黨團的錢確實沒有黨中央好 但是就是這樣 你敢吃人夠夠了這麼多的錢了 你還要把人放到立法院到底為什麼呢 我必須要說過去他黨團 柯文哲寄生國會是寄生什麼 是寄生錢 但是他現在要寄生什麼 他現在是要寄生流量 所以呢 過去是錢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講錢講錢為什麼 不是 他現在其實是要一個寄生流量 我讓大家來看一下這張 其實柯文哲可以說 他現在就怕沒有美光燈 所以我們如果回到二月初的時候 不論是民眾黨的立會 那為什麼 因為政府院長選舉 他要來這裡 盯著 對他要盯著 然後到時候是不是又丟了一句話 說什麼民進黨來跟他喬院長 因為他如果不來這裡開立會 記者都在立法院啊 對不對 鯊魚都在這邊游啊 是 所以說他其實只是為了什麼 現在他要寄生的 已經不是大家所講的 因為要靠寄生立法院 來營運他的民眾黨黨中央 民眾黨中央有的是錢 不是沒有錢 但是民眾黨中央你知道 孤單 寂寞 柯主席 覺得冷 對 所以只好來這裡 所以我必須要老實的說啦 如果說他現在特別去拉新潮流 或者是說 才是立法院寄生他 其實這些都只是創造更多的經據 跟話題 對他來講 他現在要的是什麼 他現在要的只是 因為來這裡才有人可以來訪問他 我拿一張今天早上 我們民進黨團所做的這一張 其實大家來導播幫我帶一下 其實從立法院到他們黨中央 其實就是走路十分鐘 六百五十公尺 近在咫尺 但是問題是你來這裡 如果你只是要撈聲量 你可以一日北高 一日這個花東 一日這個台灣離島 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被 成為一個為了搶聲量 然後一日雙半 那我覺得真的是太可笑了 你不要說什麼 朱立倫如果今天帶著 他的所有的相關的局處 什麼 相關的幕僚 幕僚人員 包括林濤等等 發言人等等 來到立法院以後就在 國民黨黨團辦公室 然後給你開記者會 讓大家賭到開心 或者是我們未來的總統 我們的這個賴清德賴主席 把民進黨的黨團辦公室 當成他上班的地方 這樣才不會看靠 但是就是只有柯文哲 他敢這樣講 就是說國會寄生他 我覺得話不用講這麼多 如果說你今天就是想要蹭流量 你想要寄生國會的流量 你就大膽講出來 那我也建議你不用北高兩日的 反正你每天都騎腳踏車 你明天就到你們民眾黨的 黨團辦公室 再摔一跤給大家看 流量會更多